上个视频我讲过 如果方程是ax方加bx加c等于0这种标准形式的话 那它的解x就等于2a分之负b加减根号b方-4ac 其实用这个公式求二次方程的解是有前提条件的 那就是根号下的b方-4ac必须大于等于0 否则这个式则就没意义了 看来b方-4ac对方程是否有根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当b方-4ac大于0时 x1就等于2a分之负b加上根号b方-4ac x2就等于2a分之负b减去根号b方-4ac 这里是加这里是减 俩根肯定不相的 所以方程就有两个不等的实数根 当b方-4ac等于0时 开方之后就是0 此时你即便把加减拆开来算 结果也仍然相等 所以当b方-4ac等于0时 方程有两个相等的实数根 而当b方-4ac小于0时 开根号没有意义 那方程就没有实数根了 既然b方-4ac对根的情况有这么重要的作用 那咱就给它起个名字吧 叫它根的判别式 用希腊字母达尔塔来表示 以后你只要根据方程求出达尔塔 再比较它和0的关系 就能轻松判断根的个数了 比如这个方程 x方-2x-1等于0 当然它等于b方-4ac b是-2 a是1 c是-1 带进去就是-2方-4倍的1乘-1 算算就是4加4得8 8大于0 那这个方程就有两个不相等的实根 再比如这个方程 x方-6x加9等于0 当然它等于b方-4ac b是-6 a是1 c是9 带进去就是-6方-4倍的1乘9 算算就是36-36得0 当然它等于0 所以这个方程有两个相等的实根 再比如这个方程 -x方加2x-2等于0 当然它等于b方-4ac b是2 a是-1 c是-2 带进去就是2方-4倍的-1乘-2 算一算就是4-8得-4 -4小于0 所以这个方程没有实数根 直接给你具体方程 你能很快求出达尔塔 判断根的情况 如果我给你个带参数的方程呢 比如这个方程 x方加mx-4等于0 你能判断根的情况吗 其实方法还是一样的 先把达尔塔算出来 再比较它和0的关系就行 达尔塔等于b方-4ac b是m a是1 c是-4 带进去就是m方-4倍的1乘-4 划减一下就是m方加16 m方大于等于0 再加上16肯定大于0 而达尔塔大于0 就说明这个方程有两个不等的实数根 看来不管带不带参数 你都先把达尔塔算出来再说 以上就是根的判别式的主要内容 总的来说就一件事 要想知道1元2次方程根的个数 你就看达尔塔 达尔塔大于0 这个方程就有两个不相等的实数根 达尔塔等于0 这个方程就有两个相等的实数根 而达尔塔小于0 这个方程就没有实数根 至于达尔塔 它就等于b方-4ac 怎么样 明白了吗 明白了就速速刷题去吧